今天的共青团湖南省委宣传部在长沙召开媒体见面会聘请张艺兴继续担任湖南共青团宣传工作推广大使 这是张艺兴第四次接过湖南共青团宣传工作推广大使的评书 接下来的一年里双方将共同开发湖南红色文化产品和公益项目 一起用青年喜爱的方式来传播正能量 为张艺兴颁发湖南共青团宣传工作推广大使评书 今天下午在媒体和粉丝的见证下 张艺兴接过聘书继续担任湖南共青团宣传工作推广大使 2016年张艺兴首次担任湖南共青团宣传工作推广大使 作为全国和湖南向上向善好青年 五月的鲜花优秀青年演员 张艺兴以青春阳光的形象传递爱国努力敬老爱幼等社会正能量影响了广大青年 向上向下的爱国的主观才是和私主用三十多条 与其作为团的评论中的大使 实际上他还积极参与我们各个话题 吸引广大青年玩友共同传与团的评论活动 在维修国的形象上 一起也表达了自己精力的立场 接下来的一年里 双方将共同开发湖南红色文化产品工艺项目 一起用青年喜爱的方式传播正能量 使越来越多的青年了解热爱我们的党和国家 树立良好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张艺兴也呼吁青年朋友一起努力 成为有理想 有抱负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新青年 热情拥抱新时代 奋勇建功新时代 对我来说 我的青春是无悔的青春 每一件事情造有了今天的我 我很感恩 望出心 中国新青年奋斗有力量 还有画幻域的新青年 现在这样掌揢了 字幕继续 主持人继续 优优